好接下来我们进行这个信赖史第八章 我们之前说了 19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 我们称为古代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到这个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我们称为近代 那1949年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今天 我们称为现代 那我们说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 毛泽东这个名字 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在我们柬埔寨也有这个毛泽东大道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简语具体怎么说 然后呢读音其实和中文差不多 那这个毛泽东呢 他就是当时在1949年10月1日 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的成立 然后呢我们第一课 第八章的第一课就讲了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这个成立 那在1949年呢 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开了一个这样的会议 名字很长 大家不需要记 然后呢宣布了 决定成立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选举毛泽东 选举毛泽东 作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 这个毛泽东呢 在相信大家在之前 包括我们五四运动呀 还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还有这个 后来几次这个国共合作 以及各种各样的战争中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 那所以呢 他现在作为这个主席 要作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 那大家应该也知道 我们经常叫他毛主席 那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 好的 然后呢除了毛泽东以外呢 还有一些 比如朱德 刘少奇 他们作为副主席 然后呢 并且把中国的这个新的首都 新中国的这个首都 建立在北平 并且呢 把北平改名为北京 也就是我们今天 中国的这个首都北京 然后呢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以义永军进行曲 作为中国的这个代国歌 然后呢 以五行红旗为国旗 大家应该见过中国的国旗 上面有五颗金色的金星 这个就是五行国旗 五行红旗 然后呢 在49年10月这一天呢 毛泽东向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然后呢 这个毛泽东也正式的入职 作为主席 并且呢 宣布周恩来作为这个 总理 在10月1日这一天呢 一直到中国的今天 我们还把这一天作为国庆节 因为这一天新中国成立 因为这一天新中国成立 那新中国的成立呢 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标志着100多年来的 这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结束了 并且呢 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 使这个中国这么多人口的一个国家 成为一个完全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那人民呢 从此成为了中国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不再像之前一样 是皇帝来统治国家 或者说是这个帝国主义来统治 它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国家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二课 抗美援朝 抗就是抵抗 美是美国 援是援助帮助的意思 朝就是朝鲜 那在1950年的6月呢 朝鲜爆发了内战 美国呢 出兵干涉 不断轰炸这个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边境 那于是呢 中国就做出了抗美援朝 保驾卫国的决策 也就是去帮助朝鲜 抗击美国 为什么要帮助朝鲜 抗击美国呢 因为我们说 它不断轰炸中国和朝鲜的边境 它不仅仅是 在侵略朝鲜 而且呢 也对美国 对中国的领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并且呢 中国和朝鲜一直以来也 当时也保持着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 所以呢 他就 当时就做出了这个 抗美援朝保驾卫国的一个决策 以这个北纬38度界为线 到了这个1953年7月 这个抗美援朝 这个美国 朝鲜的这个内战结束 并且呢 朝鲜以北纬38度 线为界 分为了朝鲜和韩国 也就是我们现在 今天经常说的南韩和北韩 那在这场战争呢 在这场战争中呢 毛泽东的这个儿子 毛岸英也英勇的牺牲了 也就是去世了 为了这场战争而去世了 那所以呢 今天我们在中国还会经常听到 三八线这个说法 就是这个 从这件事中过来的 这个三八线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抗美援朝这件事情 主要就是中国帮助这个朝鲜 去抗击美国 然后呢 最后朝鲜的内战结束 形成了现在南韩和北韩的这个局面 那接下来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周恩来 那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 周恩来成了这个总理 那周恩来呢 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政治家我们以前在这个 遇到一些政治人物的时候经常提到 那外交家呢 是我们第一次见这样的一个名字 那他其实呢 就和我们说的初始细域的张迁一样 他主要是负责和这个 很擅长和其他的国家进行这个交流 那这个同时呢 周恩来他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领导人 是新中国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 兼任的外交部长 那他在这个对外的这种交往中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五项原则 但是呢 我们的课本中好像没有讲过 这个在我们 对于我们中国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周总理呢 他在1954年 就是在这个瑞士的 参加了这个日内瓦会议 在这场会议中呢 他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中国的外交任务 那后来呢 他还为这个中美关系的改变改善 也就是变好 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甚至呢 到了这个1970年的10月1日呢 还邀请美国的记者登上了天安门观礼 向美国发出了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然后呢 在1972年在中美关系 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 美国的这个尼克松来到中国访华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尼克松访华这件事情 然后呢 周恩来 在这次访华时 接待了他 然后从此以后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走上了这个正常化的道路 所以周恩来在这个 中国和别的国家的外交关系中 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所以周恩来总理在去世的时候呢 举国哀悼 就是整个国家的人都 表示一种非常 被哀的这样一种情绪 对他进行了哀悼 那同样呢 除了这个周恩来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词啊 改革开放 那改革开放呢 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那他 这个 就是提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 那以深圳呀这些地方为试点来进行开放 那首先呢 他还提出 他提出了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 符合中国他的情况的一个社会主义道路 然后呢 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开始建设这个现代化 并且呢 提出了这种 非常重要的一国两制的方针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就是香港和澳门嘛 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外国占领的 所以呢 他们已经适应了这个外国的资本主义的这种 这种制度 那突然如果让他去发展中国的这种社会主义的话 可能和他的这个发展会产生一种矛盾的情况 所以呢 邓小平提出了这个一国两制 就是在中国大陆地区实行这个社会主义 然后呢 在这个香港和澳门这些地区实行这个 还依旧是他们之前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国两制 那除了这种一国两制 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开放经济特区呀 开放一些试点呀 然后呢 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所以呢 要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发展教育等等这样的思想 那经过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那20年的改革开放呢 中国在经济 政治文化 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 那中国的这个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人们的这个生活也变得越来的越好 那这个是除了毛泽东以外的第二代领导人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 这个是在1978年 那后来呢 以江泽民为中心的第三代领导人 他提出了要坚持改革开放 并且要加入这个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 这样呢 和世界进行这个友好的贸易往来 然后呢 能够促进这个 能够让中国在这个经济全球化这样的局面中 有一个他的立足之地 就是可以有给中国一个可以让他去进行发展的地方 这个是江泽民 然后接下来呢 下一任的主席是胡锦涛 也就是在习近平之前刚刚离任不久的 这个胡锦涛 他也提出坚持改革开放 并且呢 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 就是平和的 大家共同去发展的一个社会 然后呢 到了这个习近平 也就是我们现代 现在的这个习近平主席呢 提出坚持改革开放 并且要扶贫攻坚 也就是说 要着重去把这个贫困的地区 贫困的人口 把它让他们也富裕起来 就是实现全国人民都富起来 这个是我们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五代 那说完这些呢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的来说一下 这个香港和澳门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的时候 割让给了英国 然后呢 香港的收回是在1997年7月1日 从英国收回了 并且呢 香港和香港收回以后呢 坚持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制度 所以呢 香港依旧是这个资本主义的一种制度 大家如果今天去香港的话 可以发现它还残留了很多 就是香港还有许多这种 有一点像西方社会的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它实行的是一国两制的制度 然后呢 澳门是1553年就被这个葡萄牙殖民占领 然后呢 到了1999年稍微晚一点 要比香港稍微晚一点 到了1999年的12月20日回归了中国 然后呢 并且它也是采用这种一国两制的方针在这里 说到澳门 大家应该知道它的这个国采业非常的发达 就是赌博的这个行业 然后呢 并且在澳门就是好像 赌博好像不是不犯法吗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在中国这个大陆地区是犯法的 就是是违反法律的 如果参与这种大型的赌博 但是在澳门好像有很多这种大型的赌场 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不犯法的吧 我不太确定 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那香港和澳门到今天呢 因为它跟大陆发展的是不一样的制度 所以呢 他们的经济发展什么的跟大陆不太一样 所以大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 就是会选择去香港和澳门去旅游 去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社会制度下 这样的城市是怎样的一种发展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去香港和澳门看一下 那接下来呢 中国进入了一个一种比较稳定的发展局面 然后我们知道新中国也成立了 然后改革开放 中国的国力也提升了 一国两制也使这个 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 并且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 所以呢 中国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经济呀 还有这个领土 这个主权呀 全都得到好的发展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发展这个 科技体育 还有这些教育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个才是能够促进我们往更好的发展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就有了2003年10月15日 中国的神周五号将航天员杨立伟送上太空 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载人航天技术的一个发展 载人航天就是能够载人就是带着人去天上的一个航天技术 他是这个中国啊 这个杨立伟 杨立伟是中国第一个第一个航天员 第一个就是登上太空的航天员 那这个宇宙飞船呢绕着太空 绕着地球 运转了14圈以后呢 着陆 后来呢到了2005年神周六号 也是宇宙飞船的名字 这个神周五号和神周六号都是宇宙飞船的名字 这个周字打错了应该是这个周 神周六号又送了两名航天员 2012年呢女航天员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航天员 女航天员刘洋进入了太空 2013年王亚平在这个太空授课 在太空上给大家讲关于这个宇宙航天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王亚平呢也是一位女航天员 好 这是中国的一个科技 航天科技的一个发展 然后呢 接下来是这个中国在这个联合国 1979年的时候呢 恢复了中国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合法的席位 那到了1984年呢 这个是对于这个一些外交上的 1979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合法席位 然后呢 这个在奥委会 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委员会的这样一个合法席位 然后呢 到了1984年 美国洛杉矶的一个运动会上 然后呢 中国女排三连贯 三次连续夺冠 然后呢 后来呢 又参加了这个 2000年的 在悉尼的 澳大利亚 悉尼的运动会 中国运动员呢 获得了59枚金牌 奖牌 然后呢 总数是第三名 2004年 在这个雅典的奥运会上呢 又获得了63枚金牌 奖牌 其中有这个32枚是金牌 然后呢 到了2008年 中国终于取得了一次举办奥运会的这个 一次取得取得了一次举办奥运会的这个机会 那在北京举办了2008年的奥运会 那这次啊 这个体育啊 这一部分体育 它既是体育又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外交 因为它是一次国际性的这个体育社会 那不管是中国是参加呢 还是到后来2008年的举办 都让中国的这个 中国被世界所看到 让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越来的越来越高 逐步提升 也标志着中国综合国益的增强 这个是我们这个近现代史的部分 现代史的部分 那我们这本书就到此就结束了